我們現在來看簡報第31頁那個語音聲控 語音聲控的部分其實一樣可以用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的 目前iPhone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說你是iPhone的就只好投靠別的陣營一下 那一樣我們先把程式先停止 那麼在這邊呢 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如果你寫程式 那Webduno這一塊呢 就Blackly 應該說Blackly 以前如果你有用過Squatch 可能比如說我這個機目不用我就丟在外面有沒有 我們會像這樣子 但是在Blackly裡面 你這樣子它還是會寫程式喔 也就是說它變成是寫一個程式在丟在外面而已 所以您如果說這個程式機目不要了 有兩種處理方法 一種當然就丟掉 第二種就是你可以把它停用 所以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機目上按右鍵 有沒有叫停用機目 這個時候呢它就會變成灰灰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暫時保留啦 這樣它才不會在你最後的時候產生程式嘛 那等到你要用的時候呢 再把它加回來叫啟用機目 不過呢這邊如果你的機目很多的 我會建議各位 你就不要一個一個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程式機目會越來越多嘛 那你可以這樣子 你就在一個可以包含住它的 你在最外面這個按右鍵停用機目 有沒有這樣整個一起 你不一定要相關的喔 我就找一個來貼就對了 就先貼然後把它夾住 這樣我就可以先停用 你了解意思喔 我比如說我先去在這邊 假設我這個先啟用 那我想說這兩個 這個跟這個我現在暫時用不到 如果我照剛好方法 是不是要做兩次 那我就去找一個可以夾住它的 比如說我在開發板 好這個是可以夾住它 對不對 或這個我就拿出來把它夾住 我針對它停用 有沒有就要一起了 啊等到你用的時候再拿開嘛 呵呵呵 好就暫時替用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的方式 比較快可以幫助大家 好 那我們來看語音聲控 語音聲控的部分啊 這邊呢牽涉到就是我們要控制它 但是語音聲控不見得要一直在辨識啦 所以大部分我們真的要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搭配這個 其實你用哪一個按鍵都沒有關係 像這裡是不是有個圓圈圈 其實哪一個都可以 比如說你我設這個0也可以 就是我按住不放的時候 我再做辨識就好 各位有沒有看過我們那個 你用那個手機的輸入法 有沒有一個按住 然後就開始講話放開就辨識 有吧有的輸入法是這一種嗎 好跟它一樣 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做這個動作 就變成它所有的 我只要一直形成字就一直變字一直變字 這樣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們通常會盡量就是讓它比較單純一點 比較單純一點 所以呢我現在一樣哦 我就來這邊再加一個 遙控器按鍵 你加上面加下面都沒關係 好我們往下走 老實說要用0也可以 0比較上面看得到 按一下我用0好了 我如果按下0的時候我要做辨識 這裡 我按下0做辨識 然後呢我複製一個 如果放開 放開0我就停止辨識 這樣OK 這我先準備一個按鈕來做 準備用辨識的 好然後您看這邊哦 語音辨識在哪裡 一樣在左手邊 進階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語音聲控 就是這個 好那它的積木就這四塊而已 我們停止辨識 我先抓出來 停止辨識 我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我剛說放開就停止嘛 對不對 好那你 按下去之後呢 我要開始辨識哦 有沒有這個 我先把這個先收起來 那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的 咬蘋果的 不要玩 好有沒有 這裡Chrome限定哦 所以如果你是 那個 有用別的流氧器的也不行 也不行哦 好 第一個你可以選擇 我要辨識的語言是中文還是英文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即時辨識 如果你是在電腦上 你可以設on 因為我們在行動裝置上 為了要省電 所以它其實就是 辨識一段時間就會停止辨識 但是呢 電腦上你要一直辨識 就沒有環節 就可以一直講一直講 這樣子 好 OK 所以我在電腦上 我就先用on 如果大家有老師 你要手機要記得設定off 好 這是第一個 那到底要辨識什麼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這裡 如果 他有辨識到什麼文字 就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好 你看哦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好 弄進了 如果有辨識到 請開燈 還是開燈就好了 開燈好了 如果辨識到開燈 我就把LED燈打開 所以你是要去找LED燈 對不對 我可以複製下面的 LED燈就打開 然後呢 遙控器的螢幕 我也順便顯示一下 是不是開燈 對不對 好 那一樣的 我們如果還要辨識關燈 我就把這個機幕 是不是可以複製 這機幕我可以複製一份 好 我如果辨識到關燈 好 辨識到關燈 我就把下面這個變關燈這樣 可以 OK 那我就先試看看囉 所以我一樣稍微打開 那我待會兒呢 是要按下我的0 他就會來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裡 我先執行 我現在沒有按 按0 所以就沒有 但是我第一次按下去的時候 會跳一個 來各位老師看一下 你第一次跳的時候 手機上也會出現 要求是不是要允許 對不對 允許可以 就是 使用你的麥克風 好 那如果有允許 你會發現上面是不是有多一顆這個 這裡會亮 表示說這個 這個分頁有在用你的麥克風 或網路攝影機 那我現在呢 就在這裡按一下囉 開燈 沒有 開燈 我看一下 他不知道 他可能是抓到我這一台 因為我有兩台網路攝影機 因為我有兩台網路攝影機 開燈 哇 沒有 不是0嗎 欸 對對對 開燈 開燈 彎燈 有沒有 因為他抓到了 我現在用兩顆 所以 他前面這一顆是收我的錄影的 這一顆他都抓到這個 所以這個我都要比較近 我如果用前面這個就會比較 比較OK的 開燈 那像這種情形 如果說你萬一辨識的時候 你搞不清楚他辨識到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會搭配一個 搭配什麼 我這邊我就顯示 不要顯示我指定的 我顯示什麼 他辨識的內容 來你看這邊 你看 我們這裡面還有一個積木 是這樣子 在這邊 進階 語音聲控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個叫辨識的文字 這裡 所以你如果說怕 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到底辨識的 對或不對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丟進來 本來我是直接告訴他開燈 那我現在就不要 我就 你就顯示我 有沒有 顯示我的那個 文字內容 我把它顯示在這邊 這裡我就不顯示了 也就是說 我只要開始進入 語音辨識 我在螢幕上就顯示 辨識的結果 這樣也可以 好就是說我們測試階段 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我們再試一試看看 你看喔 這裡 打開 按下去 好 開燈 關燈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他不會關燈了吧 因為現在叫關東好嗎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 我們 再繼續 辨識下去 哈哈哈哈 這樣 老師有清楚了齁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做一個debug 因為 語音辨識 他也不見得一定是每次都正確 但是現在正確是還蠻高的 口語化的大部分都不太有問題 所以 老師就可以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那這個呢 你要看一下嗎 我把這個程式碼產生出來 你看 我把它產生出來 確定 但是早是這樣 你要打你會怪我 所以 我用這個 今天的日期 04 來 所以呢 老師麻煩你打這個網址就可以了 gg.gg 今天的日期 好 那就會進到我剛剛那個體驗版寫的程式 那你可以自己來玩玩看 都會做的嗎 我也會做的嗎 尼多年 你做的嗎 你做的嗎 做的嗎 我今天做的嗎 感谢观看